穿越五千年的时光隧道 我们踏入了山西这片历史的后土 始建于宋代的晋城府城玉皇庙 闪耀着古人对于星辰大海极致浪漫的想象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全国元代泥塑之冠的二十八秀塑像 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是星座、动物、五行等元素交融 创作出的神话形象 融合了天文学的奥秘与古人的浪漫想象 慈祥的老者、端庄的妇女、稳重的文官、威猛的武士都过目难忘 走近看,威月燕尤为引人注目 她头戴原外貌、身着道袍、腰际玉带、脚灯云头缕 一边力粉堆金、精美绝伦 她右腿盘曲、左手托月 月中飞燕欲偏然起舞 仿佛带我们穿越星空 探寻神秘的星宿世界 众神欣然从天而降 慕慕庸庸、唯妙唯笑 这些精巧的塑像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 站在彩塑前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 这个春天不妨来进城 在这片星宿的海洋中 与古人对话 与历史相拥